出席疫情記者會在少一人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翔 因同住家人確診 倍列居隔 防疫工作不能停 因為確診人數持續升溫 連三天破六萬 增六三九六四 中重症加一三零 當中的三十九人沒接種過疫苗 死亡則加四十 也有十五人 沒接種過 有DNR 大家都盡力 還是要把它治療 不過還是不幸的往生 死亡個案數分析數據中 有名四十多歲男性 有神經系統疾病 因呼吸困難掛急診 驗出代謝性酸中毒 PCR也驗出陽性 最終因呼吸窘迫 酸中毒過世 如何降低中重症 死亡率給要突進很關鍵 和地方在討論 嚴禮推出綠色通道 加速開藥 領藥程式 另外第二劑追加劑也將在五月十六號開打 而原定五月十五號要上路的第二輪快篩實名制 則因剩餘量不大 佔不調整 最快六月前實施 北北基陶將增設九大篩檢站 剩臺北一處代評估逐步擴充篩檢量能 立拼防疫站面面俱到 在內新聞中 關於特殊旗 S&P小組 台北報導